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办法很简单 在菜单那里选择启动到固件 然后在固件界面里按两下向下 选Boot Manager 回车 再选EFI CityRoom 回车 再按回车 启动就可以了 接下来Windows 11就会按照正常的步骤进行安装 这里我选的光盘镜像是NOTPM Check的版本 可以在公众号中回复Win11获取 用该信箱安装Windows 11 不会弹出 该台电脑不符合Windows 11要求的提示 这里选择同意后 直接就进行安装 选择第二项 再点下一步就开始正式安装了 安装过程还需要人工输入一些东西 比如用户名密码之类的 这方面PD17做的比这个好很多 毕竟是一款收费的软件 好了 到这里安装就完成了 最后可能还要设置一下网络 我这里就不演示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我以往的视频 今天关于VMVR启动时卡在IPV4界面怎么办的问题 你知道怎么解决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